这个关系真的让人不舒服 所以我才问了你一句 姑娘你是有多么的不好啊 你不值得人爱是吧 你不配别人爱是吧 把自己丢了 睁开眼睛吧 臭小的 不够喜欢了直接说 关系是变化的 不要活在幻想里 睁开眼睛看一看 男生女生都一样 自己去选吧 女生我觉得挺好的 现在就是一个客观让你离开 放下的一个阶段 因为除了爱情生活和这个男生 你的生活真的要重新开启了 自己考虑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我就是想 如果说以后还可以在一起的话 就是希望你也不要那么黏我了 给我一些独立的私人空间 如果说还可以在一起的话 我会尽我自己的力量 给你足够的安全感 反正就是我也希望我们之间也都有一些彼此的私人空间吧 我只想说 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回到最开始 也没关系 但是你不要让我觉得 就是你变得太多了 这些我可能会坚持不了 我也不知道 谢谢两位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 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来吧 做个预测吧 双出 两个人肯定还得垂死挣扎一阵 女出 男不出 女生沉浸在幻觉式的恋爱当中 男出 女不出 我觉得双出 因为想要的东西都没得到 所以还得纠缠 好了 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这个结局谁都没预料到是吧 叫双不出 是吧 我觉得这个结局其实最好 这个结局特别棒 最后还是要提醒一下 陆秋老师刚才说的那个问题 不要因为你们俩的一段关系 让那么多对你们好 喜欢你们 愿意跟你们做朋友的人 无处安身呢 有时